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个鬼祟 我不去 让艾蝶去 让他去当抢战 他不想打住就不打住 要我的所长干啥 那你严正着看你帮我弟弟去送死了 谁自卖谁 拜给你不要的 チョウ 娘 娘 娘 病人 magazine 为什么 臭雷 然后冲仲殡权 我冲你呀 我的幸福 都掌握 thiets 她们 varios彩虹 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 我不是王毛,上映于2016年是黑白影片 跟现在许多电影不太一样 影片中既没有华丽的镜头 也没有什么炫酷的特技 却表达出了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台词也很简单 除了毛小二的东北话和日本小队的几句台词外 其一全部是河南话 电影以狗生三次从军经历为主线 既讲了国家命运也讲了小家命运 像电影里说的那样 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 这部抗日片 凭借毫无迈向的导演和演员 成功赢得了一众好评 狗胜不仅是一个孤儿 更是那个时代的气影 少林寺学物归来的狗胜暗恋青梅竹马的杏儿 影片开始 从少林寺回来的狗胜 就趴在墙上偷看杏儿顿毛房 被王毛发现了一顿好打 狗胜这次回来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娶杏儿当老婆 狗胜回来的消息村里都知道了 这天在家里摆宴席 大家伙都想看看他在少林寺十年学的功夫 狗胜在村里再三吆喝之下 打了一套不论不累的挑水拳 从而被大家嘲笑 实际上狗胜这十年里就没学啥功夫 只做了一件事 挑水 就在他们拜信任归 开始冷嘲热风的时候 狗胜一个巴掌 就把桌子拍成两半 坐在旁边的杨所长 顿时吓得愣在那里不敢说话 不幸的是 狗胜一起穿着开灯锅长大的小伙伴 人精杨撒 当上了所长后 也爱上了杏尔 想尽各种办法 想把杏尔取到手 用杨三的话说 方圆实地的男人 都想跟杏尔睡一张床上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郡发来村里征兵了 要证王毛去当兵 因为他家的户口里面 之前还有一个大哥 只是后来死了 但户口没有消掉 这就成了一家 如果有两个难定的话 就要有一个去当兵 王大局不扯得杀儿子王毛去送死 则归地求狗胜 让狗胜顶替王毛去参军 并被迫答应 狗胜只要能盖三间大瓦房 就把杏尔许配给他 王老妈很善良 真心关心狗胜 把狗胜当亲儿子 也同样不舍得他去当兵 狗胜当兵去了 有四块大羊 在部队里别人淘宝的时候 他没有跑 还打死了几个日本兵 狗胜的枪法很准 他后来跑回到了村里 狗胜第二次去当兵的时候 杨所长不肯他去 怕他挣到钱就能取到杏尔 狗胜去厕所居木板 那居的叫酣畅林林 他去的有多惊性 他去当兵的心就有多决绝 他对杏尔的爱就有多深 这一次是当黄锡君 也就是狗胜说的汉奸兵 狗胜又拿到了四个大羊 电影中有一段 和辛斯金对战的戏 后排长让他开枪 打对方指导员的时候 他故意打不着 当排长说车队的时候 他跑得比谁都快 在狗胜的潜意识里 有一个国家的概念 有一个中国人的概念 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 他第二次又跑回到了村里 第三次又去当兵 这次他是被杨所长骗取的 因为辛斯君激励原名 不会让他逃回来 狗胜回不来 他就可以如愿把杏尔取到手 还有一点 辛斯君是志愿军 没有四个大羊 狗胜在辛斯君遇到了指导员 指导员跟他说 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 倭寇不去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呢 狗胜觉悟了 在打仗的时候 他从逃跑到回来参战 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升华 狗胜之所以从军 是因为他爱杏尔 为一个女人 他可以连命都不要 爱得太深 指导员在看出狗胜的心思之后 他放狗胜回去了 让他解决好问题再回来 同时要及时汇报 顺利鬼子的情况 回到家在狗胜 正看到已经成为 鬼子走狗的杨三 抢抢杏尔 狗胜虽寡不敌重 但最终拿起手榴弹 劫持了杨三 要求杨三放了杏尔 杨三以为狗胜不敢拉险 但他不知道在狗胜心中 杏尔比狗胜的命还重要 狗胜拉下了手榴弹的弦 吓跑了杨三的手下 巧了的是 手榴弹是可雅弹 但杨三也被狗胜吓跑了 王大吉余一家 被狗胜的所作所为所感动 同意了杏尔和狗胜的婚事 狗胜如愿以偿地 娶到了杏尔 为了报复杨三引赖的鬼子 他要借鬼子之手 除掉他的心腹大慌狗胜 可杨三忘了一件事 鬼子是泯面人性的 质问狗胜下落无谷后 鬼子残忍地杀害了王王 王大吉和杏尔娘 看到鬼子要杀杏尔 尚有良知的杨三 阻止狗胜的时候也被杀害 杏尔也命丧在了鬼子手中 外出买东西的狗胜夺过了一劫 回到家中 看到满地亲人的尸体悲痛万分 看着杏尔的尸体 眼泪止不住地从狗胜眼中流下 杏尔是狗胜的命 杏尔死了 狗胜的命也就没了 狗胜的眼中也没了未来 向往的幸福生活在两天之内破灭 狗胜拿起镰刀 走到了鬼子的军营 但是终究寡不敌众 泥面人性的鬼子对狗胜一顿毒打 狗胜向他质问心思君的下落 狗胜借此机会使用他的绝血 一掌打烂了两头鬼子的脑袋 末尾影片从黑白编为彩色 狗胜又一次见到了那个手指风车的女孩 她笑得那么好看 那么灿烂 影片我不是网毛 前半部分会写幽默 笑点十足 狗胜迎娶幸儿 更是让全局达到了高潮 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 注定了欢笑过后便是悲剧 幸儿死了 狗胜的未来便没有了 梦也破灭了 复仇成功的狗胜倒在了雪坡中 弥流之际 阳光下夹杂着香草的味道 狗胜仿佛听到了风车的声音 她坐了起来 远处的幸儿正朝着狗胜微笑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狗胜的心中满是曾经期待的美好的生活 年少时的狗胜便对幸儿一见钟情 幸儿手足的风车是狗胜唯一的念想 风车意味着幸儿 这也就不难解释 为何影片中会反复出现风车的画面 最后狗胜梦想成真 成年的幸儿出现在了狗胜的背后 拉起了狗胜的手 一起走向了幸福 影片除了极少数镜头着露色之外 其一的全都是黑白镜头 这与电影的主基调十分契合 狗胜心态 其实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心态 他只想娶一个媳妇 然后好好地活着 好好地过日子 影片最后 狗胜起身跟上了大部队 或许这一切都只是狗胜弥留之际的种种回忆 又或许只是在一个平常的午后 他行军累了 躺在草地上做的一个梦 这场梦正是当时大环境下 一个普通的士兵 对于幸福的渴望和憧憬 希望中看到了幸福 幸福中伴随着失望 失望中充满了绝望 但愿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